這筆端燒遣之處 恐怕是畫不出來了 不過 這個地方 老夫實在是認不出來啊 老君山 這是老君山啊 你確定嗎 我去過那裡 這陸行就是老君山 我們儘快去老君山看一看 通知下去 全體人員謹慎出路 我懷疑 陸範已經盯上我們了 必須小心行駛 多虧了地靈子先生 我們才可以得知 蕭老臨終前的發現 老君山距此兩百多里 我們現在就得出發 只是天子和太后 西京巡授 必須有人留下來迎駕 也好像 天子和太后 匯報一下 我們這邊的情況 你看 你們誰留下來啊 你們都別看我呀 這老君山啊 我是一定要去的 好不容易找到推背圖了 我可不會那麼早放棄 這天子和太后 西京巡授 分明是不放心你啊 哎呦 我又不是小孩了 幹嘛放心不下我啊 我覺得 這最最最應該留下來的人選 最好的就是 你 我 你看這第一啊 這老君山有兩百多里地 免不了要長途跋涉 要騎馬 說不定還要跟人打一架 你又不會騎馬 又不會打架 去了不是給我們添麻煩嗎 我有心意啊 就是因為你有心意啊 所以呢 他能留下來保護你 還有一點非常關鍵 在座的諸位 只有你是真正的官 我們都是負責抓賊的 你不留下誰留下呢 對不對 我 那個星意留下來陪斗城 我們去老君山就行了 逸光前輩 是 傳聞盜祖老子曾在此山修煉 顧名老君山 唐太宗李世民 還命大將軍御池靖德 在此修了一座老君廟 以鐵鼎鑄成 故而老君山 又叫做鐵鼎老君廟 唐太時候 李世民命御池靖德 在此修廟 有點意思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褪背圖 一定就藏在這裡 老夫雖未來過這老君山 但是也有所耳聞 俗話說 難有武當金鼎 北有老君鐵鼎 想必都是道家祖師之地 這裡必有奧秘 元天罡和李淳風 兩位老前輩 是唐太宗最器重的方式 在修建老君廟的時候 二人雖未參加 但一定有所指點 褪背圖藏在這裡 也不算意外 好吧 把麻皮安都好 我們就上山 我叫你 我們就去世了 我叫你 不要 我叫你 我叫你 你叫你 多久 你叫我 你叫你 你叫我 我叫你 山清水秀 仿佛是外桃源 只是这亭阁和其中的游客 真是煞了此间的野趣